威力最小的武器是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班杰 在游戏里大家对高伤害武器都很熟悉 对低伤害武器却缺乏关注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威力最小的三把武器 萌新不知情,第一名伤害比拳头还低 第三名,拳头 拳头作为大家开局自带的武器 伤害只有20点 不过它却有着非常高的爆头伤害 尤其是跳起来爆头 只需要两下就能接到敌人 在刚落地的时候非常管用 而用拳头接到敌人 比使用武器要爽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第二名,信号枪 信号枪在游戏里作为手枪却没有伤害 这个设定很不合理 毕竟在现实里发射之后的伤害很高 虽然被赋予了召唤空盒的作用 但是也不应该一点伤害也不给 如果开局捡到它碰到敌方玩家 那将毫无还手之力 第一名,苹果和米花枪 苹果是端用你开局可以使用的投掷物 没有丝毫伤害 存在的意义仅仅是让玩家们在开局等待的时候 没有那么无聊 而米花枪则是守由你胜利之后获得的武器 同样没有伤害 属于让玩家享受胜利而设置出来的武器 小伙伴们 你觉得信号枪应该有伤害吗 欢迎关注收藏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